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教授表示 中共國營媒體在美國的一些僱員 很多實際上不是記者 只能說是特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4月28日告訴媒體 北京通過國營媒體企業和平台 在海外進行宣傳和造謠 他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破壞民主 而同時又在中國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 美國知名報導 美國加州大學荷濱分校特聘教授 漢學家林培瑞贊成布林肯的主張 他還說 中共國營媒體在美國的一些僱員 实际上很多不是記者 他強調說 當然 我們不是講所有的 有良心的記者中國也有 一直有 不過派到美國來拿美國簽證做記者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 至少一部分 只能說是特務而不是記者 林培瑞教授承認 目前美中雙方媒體的報告是不對等的 他說 因為中共利用美國的自由空間 到美國來將他們散發的信息 用自由的媒體散發出來 而另一方面 如果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想將信息散發到中國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林培瑞認為必須要控制中共故意散佈虛假信息 不過 要控制這個局面的話 不是不讓他發言 是讓他發言 然後拆穿他 令大家知道這是謊言 以後他們繼續說謊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會對他有一種免疫力 知道這個很可能是胡說八道 美國之音還引用前五個大樓情報分析師 丹蓋瑞德的話 中共針對美國和西方的進攻性輿論和信息戰 源於習近平陷於新冷戰的偏執狂 同企圖搶佔世界中心舞台的野心